哇! 低支低支了 那這一次南豚 上次我們也來這邊吃小火鍋 上次我們就有看到這邊有一間壽司 它那時候晚上排超長的 這也是我的大拇指 對 它比我大拇指大兩倍 正經變嬰兒的壽司頭 好鮮喔 好鮮喔 那哪一個比較厚 哪一個比較厚 鮮來後倒啊 哇 你是白濕嗎 超大的 你的汁 趕快喝 鮭魚卵 松葉蟹 松葉蟹膏 海膽 旗邊肉 全部都給你 整坨都是蟹膏啊 你現在那個披薩米蝦壽司 只要來店裡每一桌都送一份 直接送 直接送 超屌的 這老闆好大氣 你看看 超大的魚頭 真的 夭打你看 整塊都是鮭魚的肉 超大的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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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晚上的人又那麼多 所以我們來吃吃看他的東西 那我網路上有先爬過文 基本上我會先給他一個雙人套餐 然後現在我們變比較冷 所以他 我們就點那個 日本都有種死手鍋 所以我看到有一個鮭魚魚的 死手鍋 我們來吃吃看 走囉 哇 滿滿的松葉蟹 欸 松葉蟹肉跟蟹膏耶 啊你這樣一口就把所有松葉蟹都吃光啊 那你剩下這個就要留給我是不是 對 你吃蟹膏嗎 吃蟹膏 喔 蟲都是膏 膏 蟹膏嗎 這是他 他本能就對了 松葉蟹本能 欸他這 他給的料真的是很多欸 你看 他這個膏是直接左邊這邊填滿的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這一個 這個是雙人套餐裡面的內容 他不是雙人套餐就是說兩個人就只有給你一個一個Sale 他是兩個人各給你一個 這個畫面超好的 金銀剔透 對啊 鮪魚跟手指一樣厚 甜的 甜的 而且 你知道嗎 我不太敢吃太生的東西 他的肉如果夠新鮮我是敢吃的 他是甜的 看他的油脂分佈的超好的 好 哇 直接從中間把它腰斬吧 有 你完全就不用沾醬了 直接吃生 唉唷 你看吸進去是不是有膏 你吸太快我那個膏沒拍到 那膏都被你吸到最乾淨了 好厲害喔 對啊 這個的話他是他的這個 冰卷沙拉 他看起來就是小卷然後加沙拉 然後淋了一些應該是和風醬 這個沙拉很棒 而且他的肉都給了很多 他小卷是給一整隻 腳啊什麼的 然後身體什麼的 他是給一整隻 來我們加點了一個 店內最招牌的凍飯 他這個丼飯是叫什麼 五味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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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口味全部都給你了 鮭魚卵 松葉蟹 松葉蟹膏 海膽 齊鞭肉 全部都給你 最好是 等一下就滴到手 滴到衣服上 好那我先吃齊鞭肉 哇 他齊鞭肉給超多耶 這一整整塔裡面 齊鞭肉 齊鞭肉我看一下 一二三 至少十條 這樣這樣 齊鞭肉整個化掉 中鋒了 快要中鋒 我挖的這一口飯 全部都松葉蟹 松葉蟹的肉還沒挖到飯 你看 全部都是松葉蟹的肉 他的蟹肉加上剛剛那個 荊棘真的是絕對 荊棘帶那個 酸甜的那個清爽味道 蟹肉是帶甜味 蟹跟口感 整坨都是蟹膏 來我們 的中間前菜第二道 來看一下 那你注意看 他不是六個不同口味 他都是給你兩個set 不會打架 對 你就不用跟我搶了 至少貴度 新麥跟 這上面加那個 明太子醬 它上面還有炙燒過耶 QQ的 QQ的 所以它是有一點 炭香味把那個 花枝的甜味帶出來 很香喔 裡面還是有點 半身熟 有沒有 第一口進去 是先它的那個 油脂的那個 燒炭的那種香味 再來的話 它的魚肉進去 它桂魚是直接化掉 然後它的那個 底下的那個米飯 跟油脂的東西 又把那個膩感剪掉 完全不用沾醬 超讚的 再來就是這個 新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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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而且很大耶 都快要比我臉大了 這不可能 沒有嗎 沒有 它的自殺壽司很香 它自殺壽司很香 因為很多自殺壽司 它自殺的時候 它要嘛就上面的醬太重 吃不到食材的原味 它這個都不會 而且肌膚不用沾醬 你吃得到有鹹味以外 它的食材本身的甜 是吃得到的 超讚的 喔喔喔喔 第一隻第一隻第一隻了 一人又一隻龍蝦 所以總共有兩隻 而且超大的 啊你的隻你的隻 趕快喝趕快喝 欸好豪邁喔 好豪邁喔 大哥乾啊 整條都是肉 哇 吃啊 好彈喔 它就是外面剛才那一缸還活的 它的肉是脆 它跟那個冷凍的完全 口感就是不一樣 而且它上面加的那個 蒜頭去調味 很好吃 它本身加蒜頭 它自己的甜味就夠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套餐超划算 哇你看它底下那兩個角 嘿嘿嘿嘿 就是連個角 唉唷有落到 這裡面都是糕啊 很甜喔 所以它完全肉一巴就掉 欸你忘記了 龍蝦我要吃你了 我真的要吃你了 兩個人都各有一個 豬肋排 來我們先吃吃 看看它的肉嫩不嫩 哇 哇 阿公也可以吃 對阿公吃的 阿公可以吃的肉 你看 我沒有用力量喔 哇 哇 你看它上面的油脂 欸 它的醬不會太鹹 不會 它醬是有點甜的 一掰就斷 你看 我把那個肉 喔 燙 對 你看一掰就斷 筷子就可以把它夾起來 目前從 沙拉 赤身 到剛剛那個 製造國壽司的前方 還有這個 豬肋排 我覺得以一套還不到兩千塊來講 它已經算很糟 所以它的食材 目前都經得起我們的考驗 我們都吃過那麼多間 壽司的 OK 你有看過壽司 你也有看過製造壽司 你絕對沒有看過 明蝦拿來做焗烤的壽司 披薩 而且 它裡面每一塊明蝦都超大 這整塊都明蝦 哇 下面是壽司 上面是明蝦加焗烤 吃看看 很像那個 我們之前吃過那個 加州壽司 可是加州壽司 你會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因為它上面一堆醬 它這個比較簡單 它就是 簡單的起司的 帶那個鹹味 你本身就是吃它的那個 明蝦的那個 口感跟甜味 然後底下的擺飯 再把那個 焗烤的那個起司的油膩感用掉 好吃耶 好 來了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套餐的 最後一道菜 它連湯都不馬虎 它的蛤蜊 靠 它的蛤蜊超大 超好 這幾塊的大拇指 對 它比我大拇指大兩倍 正經病 超大顆的 然後它湯裡面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哇 湯裡面還有那麼大塊的鮭魚肉 好鮮喔 鮮喔 好鮮喔 那哪一個比較厚 哪一個比較厚 先來後到 哇 你是導師嗎 一口吃不下 那一個背 那又吃兩口 它的背注已經可以當肛備用了 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它這個套餐 它有刺身 刺身是每個人都一個喔 每人一份 然後再每人一份的冰卷沙拉 然後再來每人各三個 炙燒壽司 然後還有 每個人各一個的這個豬肋排 對 沒人半隻龍蝦 然後還有超多料的湯 這樣子你兩個人加起來還不到兩千塊 所以它那個龍蝦是補的 我覺得算OK 因為它的食材真的都很輕 目前吃到沒有一個是有 超抽魚 它算是中價位的 對它沒有到很高價位 它也沒有到低價位 它就算是中價位 所以這邊的話 大部分的晚上的時段 人都蠻多的 我們現在是趁它 五點的時候來 那我們天氣能 我們有加點一鍋 現在在旁邊煮 這個鮭魚食手鍋 等一下來一趟 看看 超棒 它真的比我們兩個的臉大了 而且你注意看喔 它裡面也有這個 超大的牛奶杯 哇 然後還有香菇 然後這個是 魚板 跟這個 番茄 然後你注意看喔 它的豆腐 它連豆腐都搞剛到 上面還有烤過 你看它連豆腐上面 都還有烤過的雞 所以它這整鍋裡面 它是味噌當主體 但是它 魚頭跟豆腐有燒過 所以你有點炭燒味 對不對 你看 腰打 你看 那整塊都是鮭魚的肉 這個有點燙 哈哈哈哈 魚頭的肉就是 基本上就是 油脂跟瘦肉的合體 超嫩的 你看 一小大塊 你看 我覺得它這一整鍋 十手鍋的話 我覺得建議是說 如果你們是四個人來吃的話 可以點一鍋 就點一鍋這個 然後每個人是可以點 丼飯單品 那雙人的話 我強烈推剛剛那個 1980的那一個 那真的是超划算的 而且 你不覺得這樣很像在什麼 圍爐除夕 剛剛我們有去問老闆 老闆他們只修除夕一天 這麼拚 超拚 方便的是說 你們不用在家裡煮啊 我覺得可以直接自己來這邊 然後我們就一鍋 一堆人可以 點這個 然後直接是吃 過年 對 而且這邊很重要看喔 剛剛我們拍的那一個 家點的那一個 就是大家都會喜歡吃的那個 披薩 明蝦 壽司 你現在那個披薩 明蝦壽司 3月 一直到3月7號之前 只要來店裡 每一桌都送一份 直接送 直接送 超屌的 這老闆好搭氣 那其實我們今天有送嗎 不是因為我們的關係 老闆說 只要有來都直接送 那我們今天有送 有 超送 免費 它還有甜點 等一下我們拍給大家看 它的這個甜點 還有一個奶酪 超濃 它很像是介於 膏狀跟布丁中間 然後滿滿的牛奶跟那個 芝麻的味道 這很好吃耶 好吃齁 這個我覺得它可以拿去丹麥 然後它拿出來丹麥一定會大紅 然後之後挪威就會受不了了 來 我們影片就到這邊啦 很痛 對 來 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如果你們對店家有資訊的話 對店家有興趣 不是店家有資訊 店家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資訊放在影片底下 那你們有問題 你們可以直接問店家 不要問我 我不是店家 好啦 掰掰 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